女主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好心帮校草撑个伞 结果到了第二天 校草竟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跟她表白 然而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却是校草男主的分手现场 你不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正因这句话现女友跟她分手 而女主小莹和她的闺蜜 目睹到整个过程 但小莹对这种事提不起兴趣 毕竟对她而言 有爱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就足够幸福了 即使一辈子不恋爱也没关系 一开始小莹是这样想的 直到她遇到了男主 此时此刻的男主坐着长椅上发呆 也许是刚才分手的原因 她的背影显得格外的悲伤 仿佛承载着无尽的哀伤与失落 让小莹不禁为之动容 同时她也搞不懂 为什么大家都想谈恋爱 恋爱究竟是怎样的感觉 抱着这样的想法 她不知不觉已经来到男主身边 并为其撑起了伞 还提醒男主这样会感冒的 正因这个小小的举动 彻底改变小莹的人生 到了第二天 班上就炸开了锅 原来男主居然跑到小莹的班级里 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表了白 一张白纸的小莹果断拒绝了她 可没想到她脸皮这么厚 一大早就在马路上等着小莹一起上学 不过她是真的帅 尤其那个半丸子头的发型尤为耀眼 路过的女生都会不自觉地投来欣赏的目光 得知男主在等自己 小莹被惊讶到 昨天明明已经拒绝了她 但男主可不会这么轻易放弃 她想让小莹多了解她一下 自己并非除了帅就一无所有 男主想知道小莹喜欢什么 比如头发之类的 而小莹脱口而出 觉得短发挺好的 洗头也比较轻松 相比起这些 小莹好奇的是 这么帅的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那是因为在撑伞的瞬间 我就觉得你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除此之外 由于男主长得帅 大家总会对她抱有很多过度的期待 失望多了就觉得她是个不正常的人 但小莹不一样 能和她正常的说着话 所以男主就是喜欢小莹这一点 总而言之 男主希望小莹能多了解她一点之后 再做决定交不交往 而小莹对男主的印象是 感觉她是个扑朔迷离的人 但男主对小莹的喜欢超乎想象 只因她说过喜欢短发 男主就把帅气的长发给剪了 实在有点可惜 奈何小莹真的不懂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不过既然无法理解 干脆先试一下看看 比如可以把交往期间限定到圣诞节为止 可这样做 小莹怕伤害到男主便又拒绝了 因为她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 还是不要谈恋爱比较好 而男主表示世上没有不能恋爱的人 时间来到中午 由于闺蜜们都没有空 小莹今天只能一个人吃饭 而男主来得正好 两人就这样 一起来到楼顶的楼梯口 不过小莹还是有些拘谨 而男主拿出食堂招牌肉包 来拉近两人的距离 这招对吃货的小莹很管用 两人终于坐在了一起 靠近才发现 男主的耳钉不见了 原来她感觉小莹可能不太喜欢 那种比较潮流的把扮 所以就摘下来 这让小莹觉得更加不好意思 她不希望男主勉强自己来迎合她的喜好 然而男主真的是一点也听不懂 误以为小莹是不喜欢的意思 于是男主就把耳钉带回去 却不料有一只不见了 男主的迷之行为 让小莹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要为我这种人做到那种地步呢 而闺蜜一语道破 因为她在追你啊 当然要好好表现 随后几人准备上体育课室 短发妹走了过来 跟他们借个发卡 小莹刚好有带便借给了她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短发妹在跑步时把发卡弄掉了 而且操场现在白血矮矮 实在不好找 虽然小莹表面上不在意的样子 但她在睡觉的时候辗辗难眠 于是她打算去找找 可由于太冷了改为明天早上 然而就在这时 男主打来了电话 原来她想知道 小莹丢的发卡是不是带蝴蝶结的 遗憾的是带小猩猩的 男主突然问起这些 小莹顿感不妙 便问男主 你不会还在学校里吧 然而男主说了句不在了 就匆忙挂掉电话 这让小莹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想 她和父母说了 身后就立即出门 一路上小莹不断在想 她不可能还在学校里 在这种大雪天里找一个发家 这太不正常了 但是想起平时的男主 也许她真的会 结果她是真的在 这种毅力也没谁了 小莹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到不解 她还是完全不明白 男主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那是因为我觉得这样能让你开心 这一刻小莹终于明白男主 至今为止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她开心 眼看男主还要继续找 小莹从身后紧紧抱着她 然后把她拽过来说 你这个大笨蛋 你为了帮我找东西都要动坏了 这样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男主还以为小莹也说她不正常 但小莹的意思是 再继续长下去的话 你会死掉的 而男主接下来的话有点极端 只要能看到你对我笑 即使死掉也无所谓 换了一般的女人肯定会感动死 但她可是小莹 如果只有一个人能获得幸福的话 那我永远都不要谈恋爱 话音刚落 小莹急冲冲拉男主进教室 跟老师借了毛毯和毛巾 之后小莹照顾男主 但两人全程没有交流 这件事之后 闺蜜发现男主最近不来找小莹了 其实是因为两人吵架了 这还是小莹第一次对人那样大拱大叫 以至于她不知道用怎样的表情 去面对男主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 但两人只是擦肩而过 宛如陌生人般 小莹还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殊不知下课后 男主在门口等她 男主为之前的纠缠不经道歉 并保证以后不会那样了 但在那之前 她把发卡给小莹 这是她等雪花之后才去找的 小莹很感激她 同时也很感动 因为这个发家是家人送给她的礼物 所以对她来说很重要 虽然男主并不知道发家的故事 但是小莹总是用同样的东西 所以她觉得小莹应该是个很练就的人 要是找不到的话 小莹肯定会很难过 原来如此 男主比我更加珍惜我看重的东西 如果这就是恋爱的话 那真的很美好啊 其实小莹也有东西要给男主的 就是之前掉的耳钉 这是小莹在自动贩卖机下面找到的 好家伙 原来是双向奔赴 男主自然非常的感动 借此机会 小莹让她要多珍惜自己喜欢的东西才行 听到小莹的教导 男主还在介意她生气的事 此时的男主失落得像个猫一样 看到这副模样 小莹感觉她有点可爱 原来和男主在一起时 自己会发现很多从未有过的感情 如果继续和她在一起的话 我也能理解那种汹涌而出的感情吗 于是小莹下定了决心 答应和男主试着交往看看 也许试过以后 我还是无法理解恋爱 但我也想努力喜欢上你 我会跟她一起吗 也许试过以后 自己母胎单身18年竟然会被校草追求 而作为小莹人生中的第一个男朋友 花野景对她则是一见钟情 认识的第二天竟然就当面表白 不仅如此 还为小莹放弃了心爱已久的长发 实在是一个妥妥的纯情大男孩 而从没恋爱过的小莹 为了体验什么是恋爱的感觉 也答应了花野景的交往 为了能让小莹感受到被喜欢是什么样子 一大早花野景便早早在地铁站口等待小莹 看着小莹一直往手上吹着哈气手 还被动得通红 她更是毫不犹豫地 想把自己的手套给小莹戴上 可花野景忘了小莹恋爱灵经验 根本不明白她的用意 被小莹拒绝后 她眼里闪过一丝落寞 而这也被细心的小莹精确捕捉 看着一旁情侣之间的相处模式 小莹陷入了沉思 他们都会主动接受对方的好意 她也觉得既然决定开始交往 那自己就需要做出改变 于是客后她主动邀请花野景一起讨论 她打算定制一套恋爱方针 小莹询问花野景 有没有什么想和女朋友做的事情 小莹直接被花野景的想法 吓得脸色发青 急忙解释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表示恋人不应该是有 轻轻报报和甜言蜜语之类的 花野景又直接反问她 小莹听后顿感尴尬 毕竟她也还没准备好 然而花野景也看出了她的为难 随后她温柔地表示 小莹不用勉强自己 只要做自己就好了 她只是在为她能够喜欢上自己而努力 那是她自己的事 她不要有什么负担 而小莹却认为 自己一直都在单方面地享受花野景 对自己的好 如果自己不做点什么的话 永远都不会明白 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 于是她开始请教闺蜜 作为女朋友应该做些什么 只是还没等到她开始行动 花野景就将一大落的学习资料交给了她 原来花野景担心小莹的期末考试 所以彻夜把每科可能会考的重点 都整理了出来 小莹没想到花野景 已经可以为自己做到这个程度 在看到她疲惫的双眼时 小莹紧急叫停了要离开的花野景 此刻她的大脑高速运转 必须得做的什么情侣间的事 可那些亲密动作和亲密爱称 明明就在自己脑子里 可奈何自己还是开不了口做不出来 花野景一眼便看出了她的紧张和为难 于是回身便用一个暖暖的摸头动作 就让小莹紧张的心情感到放松下来 看着如此温柔的花野景 小莹不觉愧就上头 虽然朋友也表示喜欢一个人 什么事都愿意做 但是一味地接受真的好吗 毕竟其他恋人都是相互的付出 而自己却只是单方面享受 交往不应该双方都乐在其中吗 就在她手足无措完全不明白应该怎么办事 朋友也看出她的为难 于是他们建议小莹换位思考 可以去做一些花野景为她做的事情 小莹顿时毛色顿开 虽然自己不能做到像整理笔记那么厉害的事情 但她可以像花野景一样每天在地铁口等她 那么从今天开始早半个小时出门 这样就可以比花野景早到了 可是等到她到了地铁口时 却看到了早已等待的花野景 看来这件事根本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因为接下来的两天里 无论她是提前45分钟还是一个小时出去 花野景还是比她早到 她疑问地问她到底是几点到的 没想到花野景却缓缓蹲下身来 小莹望着她动红的双眼表示并不相信 生气地表示像这样下去她迟早要生病 而花野景却表示 她只是想尽可能地多和小莹待在一起 哪怕多一秒也好 看来她十分珍惜和小莹在一起的时间 这话让小莹陷入沉思 果然她还是不懂这种恋爱的感觉 于是在第四天的时候 她提前了整整两个小时 终于在看到空无一人的地铁口时 她开心到爆炸 这一次她终于成功了 小莹望着还没亮的天 来到花野景平时等待她的地方坐下 幻想着她看到自己在等她 她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应该会吓一跳还是会高兴 想着想着就很开心地希望对方可以早点来 突然一个声音响起 没想到花野景只是比自己晚了几分钟 花野景也好奇小莹为什么这么走 她则表示自己想做点女朋友应该做的事 所以决定试着来等她 没想到她每天都来这么走 随后小莹开心地表示 自己在等待的过程里 一直都想着她看到自己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原来等人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 花野景在听到小莹说一直都在想着自己 心里也掩饰不住地害羞 小莹在此刻也慢慢开始懂了一点恋爱的感觉 于是提出送给花野景一个愿望清单笔记 希望对方可以写下想让自己做的事情 她希望自己可以慢慢地从自己力所能及的是做起 而花野景写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手牵手 她没想到她的愿望竟然如此简单 随后小莹第一次感受到了男生手的温度 回到家的花野景看着被小莹牵过的右手 其实她根本不是什么无欲无求 她很想把小莹占为己有 她想要的是小莹只属于她一个人 慢慢地小莹发现 自己和花野景的相处越来越自然 而彼此也会满足对方的小愿望 她也发现了花野景的真诚与善良 转眼就到了学期的最后一天 花野景表示想和小莹多待一会儿 却没想到有同学们在背后议论小莹 这样一向温柔的花野景直接用冷漠的眼神吓走了女生 随后花野景邀请小莹到自己的家里做作 小莹也没想到花野景的父母都是医生 家里长期都是花野景一个人 花野景的房间里面有很多自己看不懂的书籍 突然她发现了一处被帘子遮住的地方 就当她要打开时 一只手突然出现握住了她 小莹慌乱地表示自己并不是想偷看 而花野景却表示 虽然小莹很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 但她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 小莹依然无法忍受情侣间的亲密举动 这让花野景多少有些受伤 感觉小莹还是没有办法把自己当做男朋友来看 她表示她不想当小莹的朋友 在她看来做朋友就跟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 她只想成为小莹的例外 如果她们最后没能成为恋人 那她就会从小莹的世界里消失 回忆起这段时间和花野景的点点滴滴 小莹心里很是不舍 于是她为了证明自己对花野景的感觉是否有变化 所以她提出让她和她接吻一次试试看 花野景刚到嘴里的咖啡瞬间喷涌而出 脸色逐渐变得红润 随后小莹表示并不是想要真的接吻 只是把脸稍微靠近一点 如果自己不排斥 那说明还是很喜欢花野景的 也就当小莹闭上双眼 可就在这时花野景凑到她耳边 随后她便朝小莹的嘴唇靠了上去 无论是触碰到小莹的手 还是触碰到对方的身体 都能让花野景小鹿乱撞 没错真正的爱情一定是会有生理反应的 无论是亲吻的冲动还是心跳的加剧 爱一个人就会越忍不住用各种方式靠近她 两人正想亲热 男友却突然昏迷不醒 小莹面对花野景的不断靠近 紧张的心脏砰砰跳 一不小心触碰到了对方的胸口 没想到她的心脏跳得比她还快 而花野景这时再次对她深情表白 这一刻小莹感觉时间都静止了 仿佛这一刻只有她和花野景存在 其他的一切都与她们无关 下一秒花野景正向她的嘴边靠近 她不由自主地紧闭双眼 可花野景的吻并没有落下 小莹慌忙睁开紧闭的眼睛 原来是花野景发烧晕倒了 小莹这才发现了她的不对劲 她费了好大劲才把花野景抬到床上 随后赶忙联系了花野景的家人 当一切安置好后她才后知后觉 之前在她看来亲情和爱情本质都是喜欢 所以两者也没有什么区别 而花野景的感情给她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她不由地反问自己 自己有一天能体会到花野景那种喜欢的感觉吗 回到家后作为吃货的小莹竟然连饭都吃不下 她对花野景心里满是愧疚与不安 要不是她每天起那么早去地铁口等自己 她也不可能会发高烧 打开手机小莹看着迟迟没有回复的短信 小莹感到非常不安 花野景已经很久没联系自己了 看着两人的愿望清单 这时思绪拉回放假前 两人约定好圣诞节一起出去约会 而且今天就是圣诞节 也是两人之前约定交往的最后一天 小莹也要在今天约会结束后 正式回应花野景的告白 只是还是不见电话响起 小莹心里一直想着 是不是花野景也忘了这个约定 也许她只是因为不舒服才没有回复她 可是她之前都是秒回的呀 或者她觉得自己在玩弄她的感情 现在她已经不喜欢自己了 难道自己要失去她了吗 难道明天她们就是陌生人了吗 果然女孩子一个人待着就是容易胡思乱想 正当小莹犹豫要不要打给花野景时 电话却突然响起 可却不是花野景打来的 原来是妹妹的滑冰表演服破了 而妈妈忘记带针线包了 所以拜托小莹送去 看到小莹心情不好 妈妈也询问了她不开心的原因 小莹只得表示朋友临时有事 所以她和朋友的约会取消了 妈妈见状连忙安慰了她 表示表演结束后会带她去吃好吃的 直到和家人像往常一样 一起观看了妹妹的表演后 小莹不禁间看了手机一眼 她才注意到手机上面 居然有这么多花野景打来的电话 正当她愣神的时候 电话又再次响起 是花野景来电了 她焦急地询问小莹现在在哪里 还没等小莹回答 花野景就气喘吁吁地出现在她眼前 小莹询问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花野景表示因为小莹没有接听电话 又想起之前听她讲过 每年这一天都会来看妹妹滑冰 通过地图查询到 只有这一家滑冰厂距离小莹家最近 于是她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她还解释自己没有看到消息 是因为自己睡着了 听到这小莹整整一天不安的心情 终于有了落点 花野景的出现让她十分开心 她给小莹买了一瓶饮料后 开始耐心地听她说着自己以前的过往 小莹表示很久之前 就是因为自己不懂对方的感情 最终让关系要好的朋友伤心 结果导致两人分道扬镳 因为她还没有回应花野景的告白 她害怕她和花野景也会这样 没想到下一秒花野景竟然单膝跪地 她表示她什么时候给她答复都可以 比起答复 现在她更希望小莹会答应和她约会 因为无论结果是什么 她都想要今天成为小莹最特别的一天 她还声称为了以后 不会像之前一样重蹈覆辙 她不会再不经允许后触碰小莹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小莹也真实地感受到了 花野景一直都是一个温柔而执着的人 随后她竟然还向小莹的家里人征求了意见 不出所料他们都是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于是两人便开始了今天仅剩一点时间的约会 小莹询问花野景身体真的没事了吗 花野景声称自己睡了两天 现在简直精神抖擞 知道小莹的愿望是尝遍世界美食 于是花野景带着她来到举办圣诞节美食节的游乐园 先是带她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 有美味的印度炒饭 土耳其烤肉等 然后两人开始逛街游玩 小莹还挑选了礼物送给花野景 最后两人一起走到滑冰场的时候 花野景想邀请小莹和自己一起滑冰 但小莹却表示自己是运动白痴 自己曾经也尝试过像妹妹一样滑冰 结果刚进去就摔了一大跤 而花野景却表示自己会照顾好小莹 于是在花野景的陪伴下 小莹终于迈出了第一步 只是没完多久突然滑冰场的灯就熄灭了 花野景猜测是灯光故障 毕竟离碧原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小莹表示这么晚了那我们也回去了吧 今天对她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天 下次出来玩换她来招待她 花野景却表示想和小莹在滑一圈就送小莹回家 就这样两个人手牵手 准备度过这最后一点时光 花野景也抓住机会 趁此向小莹坦白了自己的心里话 她表明了自己喜欢她的原因 她喜欢小莹从不会嫉妒别人 觉得内疚时就会立马道歉 每次为小莹做什么事 她都会努力地回应自己 还会将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分享给她 但小莹却觉得这些都是很普通的事 而花野景却声称这些一点都不普通 正是因为小莹是这样的人 她才会每天变得越来越喜欢她 她还祝她生日快乐 在她看来 今天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一天 她希望小莹也这样觉得 而小莹早已害羞地站都站不稳了 突然她脚底一滑 幸好花野景及时接住了她并将她抱了起来 小莹想挣扎着下来 而花野景却不想让她下来 突然下一秒滑冰场的灯再次亮起 周围逐渐亮起了长灯 一瞬间氛围感简直拉满了 花野景趁机询问小莹 今天有没有让她感觉自己像个公主 望着花野景的笑脸 她早就计划好了一起 她知道今天是圣诞节 是小莹妹妹每年滑冰表演的日子 也是一个属于大家的比较开心的日子 只是对于花野景而言 她只想把她变成全世界最特别的 只属于她的日子 小莹从来没有想过和花野景在一起 她能体验到各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情 她开心地表示 其实当一个公主还会让人不好意思呢 随后她便深深地抱住花野景 一头钻进了花野景的怀里 原来作为一个特别的存在 会让人感到如此欣喜 也许她此刻已经沉迷于爱情的美妙中 花野景和小莹确定了彼此心意后 新年当天她们相约一起游玩 可这天闺蜜也约了小莹一起去神庙参拜 闺蜜柴柴事先并不知道两人还在交往 难免觉得有点尴尬 花野景还是像往常一样最先到达约定地点 看到小莹的闺蜜们后 花野景好像吃醋了 就连打招呼也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模样 黄毛姗姗来迟 自来熟的她和花野景打招呼 可花野景却不记得自己有这个同班同学 难道她的眼里除了小莹其他都是空气吗 出发时花野景见黄毛和小莹的闺蜜小金恩爱的手拉着手 还没等小莹反应 花野景心有灵犀地主动伸出手示意 可是由于之前自己从来都没牵过手 加上这里人很多 小莹顿时就羞怯地拿闺蜜的手当挡箭牌 表示她牵闺蜜的就够 花野景见状无奈地叹了口气 按照日本过年习俗的流程 每人都要去神庙参拜许愿 小莹的愿望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能收获幸福 她也希望自己能够早日明白什么是爱情 由于花野景是无神论者 所以她很快就参拜完了 结束之后众人提议先吃饱肚子 于是男女分工合作 男生负责购买开胃小菜 而女生负责饮料和甜品 在购买食材的路上黄毛一直跟花野景搭话 她却一直爱搭不理 黄毛忍不住吐槽 虽然大家都知道她很喜欢小莹 但她就不能稍微分一点温柔给同班同学吗 不说还好 这一说花野景却直接表示自己不需要朋友 这突如其来的冰冷气氛直接给黄毛吓傻了 紧接着花野景质问黄毛 之前是不是她教小莹想要体验爱情的感觉就要亲吻对方 随即她表示今天的场合她很反感 她也没有多余的温柔分给黄毛 要是黄毛明白她说的话那就不要再妨碍她了 说完她便独自离开了 与此同时柴柴和小莹也都察觉到了花野景的不对劲 她好像不太满意今天的活动 毕竟她都没和小莹之外的人说过话 而小莹却没有丝毫察觉 对此闺蜜们分析可能是因为他们俩太久没见面 加上花野景想要的其实是二人的独处 到头来却发现并非如此 话说谁会喜欢约会的时候带电灯泡呢 还是三个 而小莹却说他们只是一个星期没有见面而已 一旁的小京都听不下去了 她表示谈恋爱的时候见不到面第日子每天都是度日如年 爱人在自己眼中是闪闪发光的 听到这小莹才后知后觉 今天看到花野景的第一眼 她也觉得她异常耀眼 要不是闺蜜们说起 小莹还没意识到自己冷落了花野景 要不说小莹是个爱情白痴呢 很快他们就采购了回来 只是花野景却没有出现 面对众人的质问 黄毛牵强的解释可能不小心走散了 回想起刚刚闺蜜们说的话 小莹担心花野景可能真的生气了 于是她慌忙地回去寻找 然而很快在一个拐角小莹就见到了花野景 她正在搀扶跌倒的老奶奶 并不是像闺蜜们说的那样生气啥的 但生气可能是假的 想和小莹独处倒是真的 难得两人脱离了大部队 这么好的机会花野景怎么能轻易放过 于是她便一把拉住正要回去的小莹 很快两人来到小树林下 像往常一样静静地闲聊着 小莹解释了自己没和花野景一起跨年的原因 因为圣诞节那天自己没和妹妹一起庆祝 于是妹妹闹脾气了 花野景表示想要独占小莹可真是困难呀 小莹询问她今天开心吗 花野景却表示只要和小莹在一起 不管在哪她都觉得幸福 小莹表示其实小莹和柴柴都是很棒的人 花野景也很赞同 毕竟她们都是小莹喜欢的人 随后花野景觉得彼此都在一起有些日子了 也该有点进展了 充电させてもらっちゃダメかな 小莹还以为她手机没电了 可没想到花野景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她表示小莹什么都不用做 然后花野景便缓缓靠了上去 但却没有触碰到小莹 小莹这才明白花野景说的充电竟然是这种意思 在充电期间 花野景深刻表达了自己对小莹的想念 而小莹虽然感到有点不自在 但闻着花野景身上的味道 空虚的内心好似得到了填补觉得莫名的安心 她甚至渐渐地迷恋上了这种感觉 她想把手放在花野景腰间时 花野景却说自己充电完毕了 她赶忙又缩了回去 在回去之后 花野景对小莹闺蜜们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在寒假期间小莹为了能够更加了解花野景的世界 于是她特意来到书店兼职 因为花野景喜欢读书 这样见面的机会又变多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花野景不仅天天光顾书店 还会看书等她下班陪她一起回家 而小莹每次见到花野景每次都有心动的感觉 下班途中花野景好奇地问小莹为什么会来书店兼职 本以为作为吃货的她应该会去美食店 小莹本想告诉她自己是为了了解她才去书店兼职的 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地憋了回去 刚说完她就后悔了 这个回答连她自己都觉得敷衍 花野景却表示现在待在一起的时间都变少了 感觉有点孤单了 就这样花野景在小莹兼职的时候都会耐心地等她下班 嘴上说着女孩子大晚上的回家不安全 可是现在明明才六点 小莹顿悟原来花野景远远比想象中的 还要无比珍惜和自己在一起的时光 小莹也开始慢慢了解了对方看待事情的态度和想法 正巧这次回家碰到了小莹的妈妈和妹妹 于是花野景就被邀请到小莹家中做客 晚饭还在准备 于是小莹带着花野景来到了她的房间 花野景怎么能放过这个天赐的好机会 于是顺势拿出了自己的心愿单 这次轮到小莹完成她的心愿了 虽然说有点羞怯 但为了能满足花野景的心愿 小莹还是拿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 看到照片上无比可爱的小小莹 花野景脸都红了 感觉到吃亏的小莹立即表示下次她要看花野景的 而花野景却说自己小时候又土又丑没什么好看的 小莹听后更感兴趣了 通过相册花野景看到了长头发的小莹 她随口表示小莹也很适合长头发 她询问小莹以后都不会留长头发了吗 小莹这时脸色却有些难看 她故意转移话题询问起花野景的头发 花野景表示要是小莹喜欢的话 她也可以留长发 随后两人的沉默也让小莹感到有些愧疚 毕竟花野景对自己都是毫无保留 她也意识到了一直这样子下去是不行的 感情不能只是一个人的付出 于是她终于鼓起勇气对花野景敞开心扉 她认真回答了花野景问到的怎么不留长发的问题 原来在她小时候自己的长发被别人恶作剧给剪了 而那个人还是自己当时最好的闺蜜 至此留下心理阴影从此不留长发 但小莹却表示都是她自己的问题 是自己先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为了让小莹心里平衡好受一点 花野景接着也道出了自己小时候的事情 她表示自己小时候性格孤僻根本交不到朋友 转学了几次还是没有用 她很感谢小莹能够对她敞开心扉 尽管不能理解他人感受是很正常的 但小莹还是努力想要理解她 她很感谢小莹对自己的付出 而此刻的小莹已经被眼前这位温柔的大男孩所深深打动 她不自觉地抚摸起花野景的头 花野景是既害羞又惊喜 就在此刻小莹妈妈叫两人开饭了 晚饭过后在送别花野景时 看着对方离去的身影 小莹却已经开始怀念了 同事请求小莹能够帮忙牵线搭桥 介绍自己和花野景认识 因为她很想和花野景做朋友 这让小莹顿时进退两难 她也不好意思拒绝 但又不好直接说 但闺蜜却表示小莹同事肯定目的不单纯 毕竟花野景可是大家公认的校草 不过小莹似乎也注意到了 花野景除了自己好像没有其他的朋友 带着这个心结 小莹在和花野景吃饭时老是心神不宁 花野景也觉察出小莹的异常 于是她询问小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怎么一口饭都不吃 小莹只好旁敲侧击地问花野景想不想交朋友 不出所料得到了她的委屈 花野景声称要是把感情浪费在朋友身上 就没法好好珍惜真正重要的人了 并且重要的人只能有一个 毕竟自己也只有两只手 这个回答简直满分 小莹没想到花野景的脑回路竟然如此特别 但花野景那么明确地表示拒绝的话 自己也不会勉强她 更不会给她带来困扰 但要怎么拒绝拜托她的前辈同事才不尴尬呢 小莹向姐姐求助 姐姐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虽然自己也还是一个千年老顾寡 但她却非常干脆地告诉小莹 没有办法两全 她表示小莹必须明白谁在她心中更重要 她必须学会取舍 没想到姐姐和花野景的观点却出乎意料的一致 小莹也暗自下定决心 下次去上班时自己一定要拒绝前辈同事 小莹和花野景正在吃饭 就在这时 二人注意到了今天天台的门没锁 看来是负责检查的人忘记锁了 于是两人便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小莹非常兴奋 平时可没有机会来屋顶吹风晒太阳 不料下一秒一阵风吹来 屋顶的门就被风给关上了 不仅如此门从外面打不开了 而此刻上课铃声也响了 花野景拿出手机是一小问题 分分钟就可以通过手机搬救兵 小莹只好掏出手机给闺蜜小莹和柴柴求助 趁着他们在来的路上 两人开启了甜蜜的二人世界 也许是天公作美 一阵风再次强烈助攻 小莹感觉冷风嗖嗖抱紧了自己 于是就到了男人展示魅力的时候 花野景健壮就想脱下毛衣给小莹穿上 可却被小莹很快制止了 毕竟花野景感冒才刚刚好 她那点身子骨也遭受不起 万一又感冒了那可就不好了 最后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 这样 不可能这样 不 但现实问题是最最暖的 现在我们去吧 虽然两人像袋鼠一样 蜷缩在一起有点尴尬 但确实暖和了不少 二人就这样静静地等待救援 小莹表示要不是自己 非要看什么屋顶 他们也不会被困在这里了 要是两人被冻死在这里 那刻怎么办 花野景轻声安慰她表示没关系的 难得气氛正好 花野景乘胜追击 询问小莹究竟是什么事 搞得她这样为你不正 小莹很诧异花野景是怎么知道的 这间店银子残了 昨天就一直在放假后 两个一只 没想到花野景竟然这么了解她 随后花野景又表示 她希望小莹每天都元气满满的 不想她因为不相干的事而感到烦恼 让一个这么在乎自己的人这么不安 小莹不觉愧就上头 都到这个份上了 小莹实在也没隐藏的必要了 于是便坦白了一切 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 花野景表示小莹拒绝会感到难为情的话 那么就自己去当这个坏人去拒绝就好了 解开了莹的心结 气氛扶摇而上地暧昧了起来 这时花野景也打了一个喷嚏 小莹怕她冷着 于是主动往后靠了靠 还表示花野景可以再靠近一点 想到那个不能主动触碰小莹的约定 花野景本想拒绝 而小莹却说不妨借这个机会废除那个约定吧 说完小莹就贴了上去 此刻她能感受到花野景的心跳在加速 好像要蹦出来了似的 不知为何她听到这样的心跳声心情也变好了 这是她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温暖 这份温暖也给她带来了十足的安全感 她觉得此刻她能面对任何挑战 这时小莹也明白了自己最在乎的是谁的感受 她也下定决心要自己去和前辈坦白 花野景听后 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压抑已久的爱意 好巧不巧 屋顶的门被打开了 关键时刻闺蜜突然登场了 强制打断了两人的施法 看到安好的小莹 闺蜜告诉小莹 其实屋顶的门根本没有锁 小莹疑惑地看着花野景 果然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第二天来到店里 小莹终于鼓起勇气把花野景是自己男朋友的事告诉了前辈 同时也拒绝了前辈的请求 并诚恳地给前辈道了钱 没曾想前辈却说小莹误会了 她想要花野景的联系方式并不是喜欢她 而是单纯觉得她长得有点像自己的爱豆 到头来终究是小莹自作多情了 然而通过这件事 小莹也终于明白了恋爱的感觉 自己看到花野景的笑容就会想要触碰她 有别的女孩子喜欢她就会感到烦恼 这天二人按照约定甜蜜约会 对此小莹在事前还做出了详细的规划 特意买了新衣服 虽然小莹迟到了 但花野景却很开心 因为她注意到了今天特意打扮的小莹 不难看出小莹对这次约会很上心 确实小莹为了这次约会可花了不少心思 比如说看的电影是花野景喜欢的小说改编的 再比如说用餐的地方 只可惜今天关门了 不过这都不影响他们俩甜蜜的约会 神奇地势 正当两人拿出给对方的纪念品时 两人都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 原来两人的纪念品竟然一模一样 这大概就是心有灵犀吧 令人意外的是 二人玩着玩着竟然走到当初第一次邂逅的公园 还是那个熟悉的场景 两人聊得火热 花野景回想起那天自己情绪非常低落 而小莹的出现就像是救赎的光芒 深深温暖了她 她表示自己能够遇到小莹是她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就在这时助攻又来了 小孩哥的足球飞过来就要砸向小莹 千军一发之际花野景终于又英雄救美了一次 不过自己却被砸晕了 醒来的花野景听到小莹说要去她家休息 花野景却表示自己只想就这么躺着 得益于小孩哥的足球 让她享受到了无比温暖的吸震 小莹终于确定了自己对花野景的心意 她一直想对花野景说出那句我喜欢你 可每次明明话到嘴边还是什么都说不出口 花野景君が その や、やっぱりなんでもない 啊、あれ す す す 然而今天刚上班 小莹才发现新来的男同事竟然是自己的小学同学八卫 八卫显然更激动 这时回忆涌上心头 小学时期小莹的好朋友小野就一直暗恋八卫同学 然而对小莹来说 小学时期的最后时光是她一直不愿提及的往事 也是那时候自己和好朋友绝交自己才捡了短发 八卫同学询问起小莹当时为什么突然就变得不爱语人讲话 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面对八卫的疑惑 小莹不想提及也不想回忆那段伤心往事 于是她灰溜溜的逃跑了 八卫还想追上去 没想到竟然碰到了来接小莹的花野景 情敌见面分外眼红 迎面走来的花野景一把抓住八卫的衣服 小莹赶紧跑来制据 随后八卫也解释到自己与小莹只是小学同学 因为难得重逢 所以才想和小莹说说话 然而这些解释花野景是一个字没有听见去 只记得八卫竟然称呼小莹为银子 这让她感到很不爽 然而还处在爱情懵懂期的小莹根本没有察觉到花野景的异常 还是八卫提醒了她 小莹听后才后知后觉 花野景现在风雨无阻 天天早早地就来接小莹下班 来店里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显然比之前更想和自己待在一起了 这时八卫同学却表示有点担心小莹 毕竟之前她明明对谈恋爱这种事情不感兴趣 如今却交了这么帅气的男朋友 她担心单纯的小莹上当受骗 小莹却认为她多虑了 毕竟花野景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这天在回家路上 小莹终于向花野景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她询问为何最近花野景接自己下班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而花野景对小莹也从不隐瞒 她表示自己只是比较在意那个小莹的小学同学八卫 她询问小莹八卫有没有对她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显然作为侄女的小莹根本听不懂花野景的言外之意 反而还对八卫一顿夸奖 花野景用吃醋的语气表示八卫看起来很受欢迎 没想到小莹直接贴脸开大 不知不觉花野景渐渐放慢了脚步 她棱在原地一脸的阴沉 小莹从来没有见过花野景这个样子 她赶忙跑回去解释自己根本不喜欢八卫同学 他们俩之间什么都没有 虽然花野景听后笑着说那就好 可是她的那个笑容却似曾相识 这晚小莹被噩梦惊醒 她也终于明白既然俩人现在是恋人 就不应该让身为恋人的花野景深处不安重 于是她打算找个机会向花野景表明自己的心意 好巧不巧 这天傍晚花野景看小莹心事重重的样子 于是她邀请小莹去公园走走 小莹也正有此意 两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分享着美食 感觉气氛到位了 花野景率先开口了 她表示最近小莹心情不好大概是因为她吧 她为自己最近太黏糊的状态向小莹道歉 她想让彼此成为对方的唯一 这种想法给小莹造成了困扰 她表示自己以后不会这样了 可小莹却坦白说 为什么花野景总是担心她 明明最近花野景也心情不好 一直提不起精神的也是她 如果有什么事情让她感到不安的话 花野景可以直接告诉她 她不想花野景用笑容来掩盖心事 最后事情会变得无法挽回 她想知道对方内心的真实感受 原来花野景担心地势 要是有一天出现了比她更正经 比她更值得跟小莹在一起的人该怎么办 因为自己好像永远都不是别人的第一选择 这种情况下的模型 花野景 I don't know 庸 Hotaro,你怎么在伤心的? 你 昨年我 クリスマスの時 恋をするなら 花乃依君がいいって思ったんだ 他の誰でもない 花乃依君がそう思わせてくれたんだよ だからね 他の誰かのことで不安になんてならなくていいんだよ 小鷹ちゃん 大好きだよ 僕が一番 小鷹ちゃんのこと 世界で一番 大好きだから 小鷹终于鼓起勇气 说出了一切 他也暗自下定决心要珍惜自己最重要的人 从那以后 二人的关系似乎又回归了正常 但小鷹心知花野井一定还是很介意八尾同学 自己也并没有真正放下 但是他很喜欢花野井 所以他一定要采取行动 出书店时 小鷹看到门口斩架上的宣传 小鷹顿时就有了主意 花野井君 十四家庭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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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去旅游 花野井被这突如其来的邀请搞得害羞不已 尽管小鷹看了很多巧克力蛋糕指南书 但理想与现实终归还是有差距的 果然手工巧克力还是失败了 还好小鷹事先买好了一份巧克力 到了情人节这天 小鷹早早就来到约会地点 可等了又等 时间也一分一秒的过去 花野井却迟迟没有到来 这时花野井打来电话 担心花野井 又想把巧克力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送给她 小鷹犹豫了很久 还是决定来到了花野井家 打开门小鷹就见到了一身狼狈的花野井 原来花野井很自责这么多天来 一直把自己的不安夹住在小鷹身上 没能让小鷹露出开心的笑容 于是趁着情人节她想给小鷹做手工巧克力 要是能亲手做出让小鷹觉得好吃的东西 那就太好了 只是自己试验了很多次也没能成功 这才耽误了约会的时间 小鷹看着对方愣了好久 这一次她终于理解了对方的感受 因为自己也想给花野井做手工巧克力 她表示他们可以一起做 看着手里的鸡蛋 花野井一脸沮丧 她表示自己是在一周前才开始学做蛋糕的 花了太多的时间学习蛋黄和蛋清分离 以至于没有时间再学做蛋糕了 看着因失误而沮丧的花野井 小鷹十分感动 原来看着什么都会无所不能的花野井 竟然也会为了自己拼命学习那些不擅长的事物 那久久说不出口的心里话 此刻却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 花野井此刻感觉仿佛心跳都停止了 闻着巧克力散发的香味 小鷹此刻也向花野井说起了自己的陈年往事 没想到花野井竟然说出了自己的心理 小鷹眼眶瞬间湿润了 流言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能好好沟通伤了彼此的心 她询问花野井谈恋爱真的能让一个人改变那么多吗 花野井却表示在认识小鷹之前 自己吃饭都是草率应付 而小鷹是教会她食物可以很好吃的人 如果爱的能力会让人变坏 那一定也有能力让人变好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小鷹竟然会对自己说出这四的字 花野井感动的热泪盈眶 她一直都只想和小鷹在一起 只要小鷹在她身边 其他人她都无所谓 她也不需要朋友和家人 她只想要小鷹一个人 她希望小鷹的一切都只属于她一个人 面对这样满满占有欲的爱 花野井询问小鷹能接受这样的她吗 还没等小鷹做出反应 这般暧昧的气氛让花野井情不自禁地牵起小鷹的手 正准备深情一吻时 奶奶却走了进来 小鷹连忙解释到自己只是与花野井做巧克力 奶奶仔细一闻发现确实有一股浓厚的巧克力味 才暂且相信了两人 见气氛如此尴尬 小鷹赶忙逃离了现场 送小鷹回家的路上 花野井表示十分抱歉 因为自己奶奶对这种男女之事十分严格 她希望小鷹不要被吓到了 电车即将开动 身后的小朋友突然冲了过来 幸好花野井及时把小鷹拉在了一边 两人手心地再次接触 都让他们想起了刚刚发生的一幕 两人都不约而同的脸红了 这时花野井却让小鷹最近先不要联系她了 她让小鷹真正确定了自己的心意后 他们在继续交往 这让小鷹感到了一点点失落 最后她独自坐上了回家的电车 看着窗外的风景 小鷹回想起花野井对自己的点点滴滴 陷入了迷茫之中 下一秒手机上传来了花野井的消息 这两天上学和吃饭她不和小鷹一起了 第二天 来到书店上班的小鷹明显心不在焉 一直在东张西望 仿佛在寻找着某人的身影 但却迟迟没有找到 这一切也被八位同学看在了眼里 下班回家时 门口也是空无一人 那个熟悉的身影也没有出现 以前在社交软件上 两人仿佛有着说不完的话 可现在却再也没有收到对方的消息了 白天上学时 小鷹一眼便看到了座位上的花野井 可对方似乎在躲着自己 小鷹的反常举动也被朋友看在眼里 以前天天腻歪在一起的两人 怎么最近都是各走各的 回家路上小鷹听到了消息来电 她迫不及待地打开 然而并不是花野井的消息 她很失望 没想到来到超市的小鷹 却遇到了花野井的奶奶 小鷹十分紧张 奶奶却表示自己很感谢小鷹 之前在花野井发烧时 她及时向自己打了电话 随后奶奶竟然表示 想和小鷹单独聊聊 来到咖啡店的小鷹似乎更紧张了 毕竟这和见家长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现在只有自己一个人 花野井也不在身边 通过和小鷹聊天 奶奶也知道了很多 关于花野井的事情 平日里花野井也不愿意 和她说她的事情 小鷹很好奇 为什么花野井总是一个人主 奶奶也耐心解答了她的疑惑 原来花野井的父母常年不在家 那是因为他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他们在贫苦的国家 帮助那些没有取得医疗照护的孩子 而四处奔波 小鷹只在电视上才见过那样的人 她很敬佩那样的人 可奶奶却不太赞同 因为他们虽然无私奉献十分伟大 但是光顾着照顾帮助别人的孩子 却弃自己的孩子于不顾 这样的做法真的对吗 以前也是奶奶在家照顾花野井的 但奶奶明白 对花野井来说这会感到不自在 于是上高中之后 花野井决定搬回原来的家一个人生活 她也没有阻拦 在她眼里 花野井虽然是个很乖的孩子 但有时候做事情却很极端 可最近她隐约感觉花野井变了许多 以前对料理不感兴趣的 她现在竟然会问她要怎么做饭 也不会浪费粮食剩饭了 显然这些都是被小鷹影响的 看着奶奶手被包扎着 小鷹忍不住询问 原来是奶奶在给花野井做饭 时不小心烫伤的 本来不是大事 可花野井天要拉着奶奶去医院包扎 回到家的小鷹 拿着手机看着与花野井的聊天框 陷入了沉思 然而对话框里的文字写了又删删了又写 最后还是只发了一句 夜晚熟睡的小鷹被手机的亮光刺醒 没想到竟然是花野井的来电 小鷹激动的连忙从床上跳起 电话那头传来了花野井气喘吁吁的声音 小鷹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跑到阳台 不料花野井正在自己家楼下 小鷹连忙下楼 虽然自己很喜欢花野井 但当被问到是不是真的肯定要谈恋爱时 小鷹也没有自信能够认同花野井所有的价值观 更没有自信能成为对方理想中的女朋友 但是难道想法不一样的话就不能在一起吗 上次和花野井一起做蛋糕的时候 小鷹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 有很多和花野井在一起的时光他都感受到了幸福 尽管有时候只是分享意见 但正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小幸福 他现在也积攒了很多自信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尽管有时候会掉眼泪 但只要那个人是花野井就好 他只想成为花野井的女朋友 小鷹的这番深情表白让花野井感动得一塌糊涂 在一个十六岁的冬天 小鷹和花野井终于正式成为了对方的男女朋友 这晚花野井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回到了小时候 少年的他总是很孤独 总是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书 老爷爷安慰他 他爸爸妈妈作为医生难免总是要应付突发的紧急状况 他们只是太随心所欲罢了 而花野井只需要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他只需要再找到一个比谁都重要的人就好了 一个比他的爸爸妈妈还重要的所谓命中注定的人 老爷爷表示他年轻时由于太过随心所欲 他的父母也早就和他断绝了来往 但自从他遇到了他太太后 他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老爷爷不断地鼓励他 毕竟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花野井从梦中醒来 他起床做了早餐 不久之后就收到了小银的早安问候 想起小银对他的告白 他感到无比幸福 这一刻他也终于明白了老爷爷的那番话语 小银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他此刻想见到小银的心情也达到了顶峰 花野井为了争取更多小银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 居然选择跟小银在同一家书店打工 闺蜜们听后都觉得十分震惊 但小银表示他和花野井约定好了 一定会把握好分寸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开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对别人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能服务好顾客吗 小银也有点担心 上班第一天 花野井跟小银之间那黏乎乎的眼神 就被眼尖的店长发现了 开完早会后 店长单独叫下了花野井 介绍了一些简单的工作任务后 店长表示他和小银虽是男女朋友 但工作时尽量不要表现得太明显才好 还是要以工作为主 于是两人约定工作时间要公司分明 事先小银还担心花野井和八伟同学的相处问题 但看到花野井对八伟同学十分和善后 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但花野井还是那个花野井 到了下班时间 他又恢复到那个生人无尽的状态 换一间那八伟向他打招呼 他也装作没听见 但八伟继续自顾自的说 现在都变成同事了 就好好地相处了 更何况他和英子也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这时花野井终于开口了 但是却是在宣示自己的主权 他声称他知道八伟和小银是同学 但他们现在还没有亲密到可以成为朋友 他希望八伟不要再缠得小银不放了 说完他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该死的占有欲 只有在面对小银时 花野井才会表现出他最温柔的一面 两人一起下班回家的路上 小银询问起花野井今天上班的感觉如何 花野井表示只要有小银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小银误以为花野井的打工之旅不是很顺利 于是他打算做点什么 因此他邀请花野井去喝下午茶 原来他是想和花野井讨论一下两人未来的规划 小银表示两人的价值观略有不同 于是他提出要是花野井觉得他哪些事情做得不对的地方 他可以直接告诉他 他也想知道花野井讨厌什么和想要什么 花野井见状很是感动 这说明小银在很用心地维护两人的关系 他反问小银有什么看法 但小银绞尽脑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花野井见状则表示 其实他和小银的想法一样 他们都不需要对方一定要做什么 但他只是不想让小银离开他 这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天书店里到了一批新书 眼看就要临近交货时间了 店长说必须在关店之前完成所有书的包装 小银几人都非常自觉地前来帮忙 他们干尽十足 赶在书店关门前非常迅速又完美地完成了所有书籍的包装 店长非常惊讶三个人的速度能有这么快吗 大家连忙解释说花野井也有来帮忙 可花野井刚来上班没多久 根本还没学过包装 店长很是疑惑 小银连忙解释花野井可能看过他们包装 后来回家自己练过 所以才能这么快上手 说着说着小银还夸赞起花野井来 这让店长有点无语 但这也让他开始对花野井刮目相看了 他找到花野井给了他一瓶饮料 随后他询问起花野井为什么这么努力 这明明就是一份短暂的暑假工作而已 可花野井却说别人怎么想他说他都可以 但他不想坏了小银的名声 毕竟大家都知道他是小银的男朋友 店长这才后知后觉 但其实店长早就认识花野井了 很久之前花野井就一直关顾自己的书店了 感觉像是一个大熟人还感觉有点难为情 后来小银才知道店长给了他和花野井一样的饮料 一开始他还没来由地怕他 没想到店长也是这么温柔的一个人 回家的电车来了 小银起身就要离开 花野井却拉着小银的手不放开 小银对着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搞得害羞不已 但他还是答应了花野井的请求 花野井表示虽然现在和小银待在一起的时间变多了 但还是只有两人独处的时候才能亲密接触 说着说着花野井就贴了上来 但他没有做下一步动作 他知道小银还在不太习惯这样的亲密接触 他想让他慢慢习惯 自从小银向他表明心意后 他每天都开心地停不下来 他告诉小银 小银真正想要接吻时一定要给他暗示 在此之前他一定会尊重小银的意见 这天晚上小银的闺蜜小银打来电话向他求救 小银的朋友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小银很想去 可又害怕朋友家那只超大的黄金猎卷 从来没养过狗的小银也有点手足无措 于是到了第二天 他便向有养狗经验的八卫请教如何和狗交朋友 八卫思考片刻之后 却建议小银把朋友带到他家去做客 直接和狗邻居离接触 花野景一开始还很气愤 但幸好八卫也邀请了他一起去 就这样小银带着他的闺蜜小银 还有花野景一起来到八卫家 刚进门的小银就惊奇地发现 趴在地上的狗太小了 可没想到八卫的狗竟然叫银 这让小银有些尴尬 但狗长得确实也很像小银 尤其是眉毛简直是一模一样 接着八卫和小银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 谈起了小银和八卫小时候的事 而一旁的花野景却很不高兴 尤其是大家把小银和别的男生 放在一起谈论 于是他提醒到今天不是来看狗的吗 大家这才把注意力转移到 怎么和狗相处上来 听了八卫的经验 小银实在是没有勇气尝试去抚摸狗 于是小银打算自己先试试 没想到很顺利 狗十分听话 小银终于鼓起勇气尝试去抚摸狗 脑子里却在不停地给自己洗脑 她完全把这个狗子当成了她的闺蜜 八卫也看到了一旁闷闷不乐的花野景 她把手中的狗强塞给花野景 花野景和膝盖上的狗子四目相对 她眼中也浮现出了小银的样子 这让一旁的小银羞涩不已 金子仿佛也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最终小金慢慢地克服了对狗的恐惧 已经可以和狗好好相处了 花野景和小银两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小银还在替闺蜜开心 可花野景却连女生的醋也试 她说她嫉妒小银的闺蜜 有小银这么贴心的朋友 小银不禁觉得花野景有点过于夸张了 自从剪头发事件以后 小银就很害怕交朋友 在学校一直都是独来独往 但也是那时小银出现了 是她帮助小银走出来的 不知道为什么跟她在一起 小银感到很开心 她也被小银全心全意 爱着一个人的方式感染了 如果不是小银也许她也不会恋爱 花野景这时也明白了 小银对小银有多重要 说到这里 小银又想起了八尾家那个狗 大家叫那只狗时 她都感觉到很不自在 就像是花野景在叫自己一样 一不小心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小银十分害羞 可下一秒 下周就是花野景的生日了 小银突发奇想趁着樱花刚好盛开 不如当天去赏樱花 花野景欣然答应 直接拿起手机搜索了起来 一会就选定了一处合适的公园 小银决定当天亲自做便当 庆祝花野景很惊喜 毕竟自己孙子快过生日了 晚上花野景的奶奶打来电话问候 花野景也得知今年春天 她父母仍没有回来的打算 奶奶询问生日花野景打算怎么过 要是孤单的话可以去她那里过 奶奶会给她准备一顿大餐 话音刚落就被花野景拒绝了 表示当天要和女朋友一起过 奶奶表示那最好不过了 但还是唠叨了几句 让花野景不要因为过生日就自意妄为 不要让女朋友太晚回家了 唠叨结束 花野景也长舒了一口气 这还是她第一次这么期待过生日 另一边小银正在思考 如何给花野景过一个毕生难忘的生日 除了生日礼物和便当还能准备什么呢 还有什么是能让花野景开心呢 这是大脑中忽然闪过上次约会的画面 花野景的话语在耳畔回响了起来 要暗示吗 但很快这个想法就小银被打消了 毕竟不能为了取悦她而去取悦她 接吻什么的必须要在彼此心意相通的时候才能献出 但她还是很好奇 别的情侣之间亲亲是什么感觉 就连花野景亲吻自己的额头 她都害羞地想找个洞躲起来 想了半天她也不确定自己 到底想不想和花野景亲亲 于是她跑来姐姐的房间 决定去询问姐姐对于接吻是什么看法 没想到姐姐也是装腔做事 模模糊糊地告诉她接吻就是想要触碰的延伸 毕竟姐姐是母胎单身 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带着姐姐给的答案 小银刚出房间就撞见了妈妈 小银从妈妈的口中得知 在6号当天全家人都要去参加爷爷的法事 好巧不巧刚好就是花野景生日当天 没办法小银只好在电话里向花野景道歉 表示自己因为要参加爷爷的法事 不能陪她庆祝生日了 对此花野景虽然有点小失落 但也表示了理解 反倒安慰起了小银 她能有这份心意就已经足够了 反正这些年自己都是一个人过的 再过一次也无妨 妈妈似乎注意到了小银心情的低落 毕竟小银和爷爷也没见过几年 妈妈表示小银就算不去也可以 但小银还是决定自己要去 眨眼就到了花野景生日当天 小银早早地就送来了生日祝福 被落下的花野景如往常那样形单影视 独自一人在家无所事事 为了减少这份孤独感 她为自己找了许多事做 可做完了所有事后 那份孤独感顿时又席卷来 于是她决定一个人 前往二人约定的那个公园独自赏樱花 顺便熟悉一下路线 说不定来年会和小银用赏 与此同时 小银这里终于参加完了法事 她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心里犹豫着要不要现在就坐电车回去 在太阳落山前离开 说不定还能和花野景见一面给她过生日 小银刚想开口和妈妈说 妈妈却告诉小银待会还要去饭店吃晚餐 文言小银的心直接凉了半截 这样要到晚上才能回家了 这时姐姐看出了小银今天一整天 都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 便询问起原因 对此小银直接大方地坦白了事实 今天是自己男朋友的生日 没想到姐姐不仅没有埋怨她 反倒还鼓励她有事的话就可以先离开 而且小银已经是高中生了 又不是找不到回去的路 她可以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姐姐表示后面的晚餐时间 大人们也只会顾着聊天 小孩子根本没必要留下来 爸爸妈妈那边她会帮小银打发过去的 眼见小银还在犹豫 姐姐告诉小银 她不能只为别人考虑 也得为自己考虑 稍微麻烦一下别人也没关系 相信爷爷也不会想看到一脸伤心的孙女 于是小银带着这份肯定争分夺秒的狂奔了出去 脑袋里回想着自己过生日当天 花野景带给她的每一个甜蜜瞬间 还有她不顾一切奔向她的样子 更加坚定了她的步伐 她想现在就打电话告诉花野景这个好消息 可花野景的电话却一直处于战线中 原来是黄毛打电话向花野景请教课业上的问题 意外得知花野景一个人过生日 黄毛忍不住调侃她 明明战友欲那么强 在某些方面却意外的很温柔 还没等黄毛说完 花野景就挂断了电话 她独自一人坐在樱花树下发着呆 望着对面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温馨画面 心中的孤寂阵阵阵作妖 往事浮云再次涌上心头 从小到大她唯一能感受父爱和母爱的途径 就只是互通信件 但每次的信件中 却全是爸爸妈妈和别人小孩的合影 花野景心里满满都是嫉妒和失落 也正因如此才造就了花野景现在的性格 她一直在寻找那个 只会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 但不管自己怎么向对方表露爱意 依旧没有人把她放在第一位 她心里充斥着深深的无力感 但想起和小莹在一起的每个瞬间 她平静的内心又激起了阵阵涟 单单是小莹的笑容 都会让花野景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了回报 似乎都忘了争第一位的事情 她想要看到小莹笑 她想让小莹只属于她一个人 不想要让小莹讨厌她 在她胡思乱想的时间里 小莹已经赶到她家了 可是家里却没人 发消息问花野景在哪也没有回应 小莹顿时陷入了头脑风暴当中 思考着花野景究竟会去哪里 随风飘零的樱花点醒了她 话不多说 她立马奔向了二人当初约定的那个公园 果然她看到了那个熟悉而又落寞的身影 她再也安纳不住自己的内心 下一秒她就朝花野景飞扑了过去 此刻的两人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姿势有多尴尬 花野景关心小莹有没有受伤 小莹却毫不在意一直在诉说自己对花野景的思念 花野景再次被小莹那明媚的笑容迷了心眼 她热烈地拥抱住小莹 此刻的她也终于放下了第一位的偏执 她只想和小莹在一起 这样就已经足够了 两人躺在草坪上欣赏的彼此心目中最美的樱花 小莹郑重地告诉花野景 她知道花野景想要她时时刻刻陪在她身边 虽然有点困难 但只要花野景需要 她可以抛弃所有顾虑直接告诉她 她无论如何都会陪着她 说着小莹还和花野景签了字盖了章 看着小莹那明媚的笑容 花野景暗暗下定决心 她要守护小莹的笑容一辈子 无论发生任何事 她都会保护小莹 她会成为小莹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春假很快结束了 小莹与花野景已经升入高二了 但这也意味着新学年开始又要分班了 花野景抱怨她和小莹又分在了不同的班 小莹也很无奈 因为她的万年饭搭子小莹也和她不同班 不过小莹和她的男朋友 却和花野景分在了同一个班 小莹安慰花野景 虽然不同班 但是可以一起上体育课也是不错的 花野景有些不解 小莹叫了黄毛的小名 却不叫自己的小名 她也想让小莹叫自己的小名 但奈何这时上课铃声响了 小莹却好像什么也没听见 花野景也不好意思再说了 课间黄毛与小莹来找花野景聊天 黄毛不时去地询问花野景的生日过得如何 遭到了花野景的一个白眼 花野景询问小莹 她是什么时候开始叫黄毛小名的 小莹表示他们认识不久后 就开始这么称呼对方了 得到答案后花野景很后悔 早知道一开始就让小莹叫自己小名了 新学期开始了 新同学新老师新环境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但唯一不变的是 花野景还是这么受女孩子欢迎 到了午饭时间 小莹发信息告诉花野景 为了融入新班级 她暂时不能和花野景一起吃午饭了 谁知花野景已经拎着饭盒出现在面前了 小莹很为难 友情与爱情都难以取舍 花野景看着小莹那纠结的小表情 为了不让她为难 她主动提出三人一起吃饭 这让小莹十分惊讶 不知从何时转变的花野景 居然愿意跟出她以外的同学用餐 随后三人一起来到楼梯间准备吃午饭 可小莹忘了带饮料 所以她决定自己回教室去取 只剩下花野景和小柴两人在原地一脸尴尬 小柴为了缓解尴尬 主动和花野景搭话 她询问花野景之前没和小莹一起吃饭时 是怎么打发午饭时间的 花野景也回答得随意 那个时间段她就会自己找个地方随便吃点 小柴觉得单独用饭也挺轻松的 不过花野景认为 虽然一个人吃饭确实很自由放松 但跟小莹一起吃饭会更有趣 小柴也很赞同 一问一答尖 小莹已经抱着饮料赶回来了 看着小莹如此的可爱 花野景和小柴不约而同的笑了 果然和小莹吃饭会更有趣 很快用餐结束 小柴先行离开了 留下花野景和小莹两人独处 花野景一把抱住小莹 表示今天的充电时间到了 小莹询问起对方今天开心吗 要知道以前的花野景 可是根本不和除了小莹以外的同学多说一句话 可花野景却让小莹不用担心 如果换做是以前的自己肯定会不开心 但是现在她明白了 小莹是真的在乎自己 所以她可以暂时把自己的感受放在一边 她也可以慢慢改变 两人的心似乎又更靠近了一些 客后小柴也告诉小莹 今天的午餐十分有趣 她第一次见花野景说了这么多话 小莹没有说话陷入了沉思 在遇到小莹时 她表示在和花野景同班后 发现她真的是一个 彻头彻尾独来独往的人 一个放学的下午 小莹斟酌了很久告诉花野景 她提出要是可以的话 除了和小莹独处的时间 其他时间花野景可不可以和大家一起用餐 她想让花野景尝试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相处的来的话 就能和大家一起共度愉快的时光了 出乎意料的花野景居然没有拒绝 虽然尝试新的事物会让人感到害怕和不安 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又一个午饭时间到了 几个人聚在一起 开心地分享自己带来的食物 小莹也拿出了自己做的菜 还表示为了准备给萨生同学做便当 自己还在练习中 花莹落地几人都很诧异 谁是萨生 唯独花野景脸红得像猴屁股似的 原来萨生就是花野景的小莹 那天小莹其实听到了花野景说的话 想让自己叫她小莹 她只是没想到从自己口中亲自叫出来 还是很害羞 另一边 八卫回忆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那是自己和小莹第一次见面 由于自己最爱的宠物狗得了重点 八卫十分伤心只能无助地哭泣 这时小莹出现了 正是这个和自己宠物狗同名的女孩 安慰了八卫受伤的心灵 两人也慢慢成为了朋友 她也发现小莹不仅性格温柔 做事情还十分认真 只要和她在一起 就会感到莫名地放松 她也衷心地希望 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人能让小莹幸福 不知不觉间真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了 八卫又觉得有一点失落 一个偶然的时间 八卫撞见了花野景正被别的女生告白 花野景也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对方 可下一秒 八卫就被发现了 她询问花野景是不是有很多女生喜欢她 要是这样的话 她担心小莹会很辛苦 毕竟从小到大 她一直都是一个为人处事很随和的人 她还表示她看了小学毕业照才发现 花野景不是小学就认识小莹了吗 六年级花野景就已经转学来到了小莹的班级 八卫很疑惑 为什么花野景一直没有和小莹提过这件事 可花野景却表示没人记得的事情 那也没必要去提 而且那个时候的自己她并不是很喜欢 她还无所谓地表示 要是八卫想说的话就去和小莹说 八卫是真的搞不懂 看起来把谁都不放在心上的花野景 却独独非常在意小莹 但貌似也不是坏人 所以她决定什么都不做会比较好 第二天八卫接了的来电 拜托她帮忙寻找与动物标本有关的书籍 一看到跟狗狗有关的东西 八卫又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这一幕又被小莹撞见了 不巧的是一个自称是八卫朋友的女孩来找她 为了避免被她撞见八卫的狼狈 小莹挺身而出 让她改天再来 对方还不依不饶质问小莹与八卫的关系 八卫十分震惊 来到了休息室 缓解好情绪后 八卫向小莹表达了歉意 小莹发现八卫又开始称呼她的小名了 其实叫惯了一个人突然换称呼真的好难 每次要说出口时都会很紧张 两人就这样轻松自在地聊了起来 八卫猛然发现 她突然问小莹到底是喜欢她还是讨厌她 小莹却说自己很尊敬她 这让八卫十分害羞 小莹答应了八卫的游玩请求 只是八卫万万没有想到 小莹还叫了花野景和李村小姐 但貌似除了花野景 其他人好像都玩得很尽兴 八卫见状向花野景表示有点事情 想跟她单独聊聊 只是没想到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球桌上 八卫一手拿拍一手拿球 俨然一副叙事待发的样子 可花野景没有半点要玩的意思 八卫也不明白 只要小莹不在 花野景对她的态度就是180度大反转 但八卫很聪明 她知道光是这样肯定说不动花野景 于是便放出了赌约 她表示如果自己赢了 花野景就要向小莹坦白她的全部过去 听到这话花野景顿时来了兴致 拿起拍子的同时 还表明要是自己赢了 八卫就不要再介入她和小莹之间的感情 赌约成立比赛正式开始 另一边 小莹和李村玩得正上头 李村十分兴奋 因为这是她第一次和朋友来游乐场玩 就在此时 一旁的路人们纷纷表示 有两个帅哥在那边打桌球 都迫不及待地前往 没错正是花野景和八卫的比赛现场 不难看出二人比分相差不大 可下一秒八卫的一句话 却彻底惹怒了花野景 强烈的战友欲让她不允许 任何男人叫小莹的小莹 可八卫却表示 小莹没有强烈要求她不可以叫她小莹 这句话也让花野景一时分了身 让八卫钻了空子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花野景向八卫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顺势问她为什么这么关心小莹 八卫淡淡地表示 因为小莹是她的老朋友 她不想看见她受伤 就在这时小莹和李村也赶到了现场 趁着八卫被小莹呼喊的分神之际 花野景偷袭成功顺利拿下比赛 很快到了傍晚 个回个家个找个妈的时候 众人不得不就此分开 花野景照常护送小莹回家 在途中小莹光顾着和花野景聊天 丝毫没注意到脚下的饮料馆 一声惨叫过后直接摔倒在地 这时男朋友就拍上了作用 在涂药的空隙 二人聊到了八卫 对此小莹跟花野景坦白 之前就是因为跟八卫的误会 才导致被小学最好的朋友给剪了头发 所以她一直都很害怕和八卫之间的互动 不过在最近自己已经解开了与她的矛盾 于是才答应今天跟她出来玩 之所以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就是担心花野景会多想 对此花野景表示这不关小莹的事 完全是她自己的问题 即使花野景知道小莹和八卫之间没什么 但她心里仍感觉不太舒服 她强烈地占有欲也让她十分困扰 时常会想难道赶快把小莹变成她的 她是不是就会放心了 隐忍已久的思绪此刻涌上心头 下一秒她差点就杀不住车了 但最终她还是克制住了 理智战胜了她内心的冲动 没有得到小莹的许可之前 她绝对不会越险 小莹见对方如此尊重自己 早已感动的热泪盈眶 不由自主地抱住了花野景 其实八卫说的没错 没有人会想从别人嘴里听说 自己喜欢的人重要的是 花野景也开始主动向小莹坦白自己的过去 原来她中学是寄宿的 小莹听后十分意外 对此花野景也是一脸惭愧 相处这么久都没跟小莹讲过自己的过往 可见花野景那神情慌张的样子 小莹瞬间叫停了她 既然她一直不愿意提及 那想必这段经历肯定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但小莹也想帮助她走中这段伤心往事 于是最终二人协商好 花野景可以每天告诉小莹过往的一点小事 一步一步慢慢地来 这样一来不仅能更加了解彼此 还能促进彼此感情的增长 于是之后的二人一有机会待在一起 就会滔滔不绝地聊着 小莹也得知了 花野景住宿期间都是自己打扫卫生洗衣服 因为身体不好为了让自己强壮一点 所以她还参加了田径队 路过篮球场时 他们也从小莹的口中得知 黄毛由于天赋过人 一年级就超越三年级生当上了篮球队首发 因此她也遭到了学长们的嫉妒 他们总是对她出言不逊 花野景虽然表面上很嫌弃黄毛 但她也知道黄毛其实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 所以也巧妙地打断了学长们的恶语相向 随后她也告诉小莹初中自己是个非常叛逆的人 不过却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朋友 对方是个比自己年纪大很多岁的人 她得知花野景想穿耳洞的想法 不仅没有反对 还展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包容 对方是一个心态开放自由 根本不在乎世俗规则的人 可是后来她竟然一声不吭地就消失了 再也没有回来过 正是因为这段伤心的经历 才导致花野景后来都不想交朋友 因为她不想再经历一遍失去朋友的痛苦 了解了花野景的过去 小莹这才明白 她一直都是一个温柔的人 也从来不是一个不在乎朋友的人 正是因为太在乎 所以才不想失去 情到深处小莹再次深情告白 无论是过去的花野景 还是现在的花野景 她都喜欢 因为在她心里 她永远是那个正直可爱的花野景 暧昧的气氛逐渐升温 小莹也鼓起勇气想要确认一下一件事情 因为之前二人亲密的举动都是对方主导的 每次经历的时候自己都会非常紧张 完全无法体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这次她要自己主导一次 体验一下这种心情 随后小莹让花野景闭上眼睛 能被小莹奖励她当然开心 不过在闭眼的同时 花野景表示 被奖励完后 自己可能会控制不住 做出什么其他的事情 可能没办法像之前那样收手 小莹表示没关系后 花野景便乖乖照做 当然小莹只是轻轻抚摸了几下 碰到耳朵是花野景也被吓了一跳 但仅仅是这样她就满脸微醺 十分享受这样的感觉 而小莹也察觉到 自己内心的情感正在喷发出来 想要不断触碰对方靠近对方 她终于确信得出的这份感觉就是喜闻 就这样在一个倾盆大雨的下午 一个安静的教室里 在得到小莹的许可后 花野景再也按捺不住 内心压抑已久的爱意 主动出击深深亲吻了小莹 小莹也交出了自己的初吻 伴随天空映出的绚烂彩霞 小莹和花野景这对小情侣 从车站悠闲地等候列车驶来 由于周边太过安静 小莹不禁打起瞌睡来 发觉自己差点侧躺在花野景身上 她急忙到起前 见女友还有些放不开 花野景并未说什么 反倒是心中窃喜着来之不易的时光 回想起和小莹的初吻 这家伙更是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 但发现女友再次打起瞌睡后 她也展现出自己的男友力 将对方搂入怀中 在享受甜蜜恋爱之余 这家伙对自己竟有如此好命 而庆幸起来 但要问起花野景在同女孩子相处方面 出现了多大变化 那还要从她小时候说起 在多年前的一个午后 内向的花野景已经喜欢上同龄的小莹 碍于脸皮薄 她完全不敢和对方进行交流 为此 年幼的她 选择用看书来掩饰自己偷看对方的行为 看她这种做法 身旁的老爷爷直接拆穿了花野景的意图 直言 这个胆小鬼就是喜欢小莹 才日复一日来此地带坐的 尽管花野景还要狡辩一番 可看到喜欢的人来这边捡羽毛球 她赶忙把脸埋进书里 祈求对方赶快离开 正是她这样子 小莹才没有搭理这家伙 只和老爷爷简单交流了几句 直至她继续在一旁打起羽毛球 花野景才将脸抽出书本 即便她已经爱上那个女孩 可听到老爷爷赞美小莹是个好女孩时 她还故意贬低对方 称其不过是个普通人罢了 对此 老爷爷再次讲起处事的道理 就是这几句话 年幼的花野景景记了一辈子 晚上回到寄宿家庭后 本就为爱情而烦恼的她 又无意间听到奶奶在电话中批评自己母亲 只因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未关心过男主 奶奶才发起火来 就在这时 阿姨的到来让气氛变得更加尴尬 虽说那不是什么好事 但现在已是纸包不住火 她只得承认那个不合格的母亲已经抛弃男主 但奶奶明白花野景惜之一切后 也不知所措起来 或许是自己早已不在乎 转天过后 花野景依旧把注意力放到小莹身上 见对方和自己一样是个小透明 她也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受到荷尔蒙的影响 这家伙像痴汉那样 独自跟踪起年幼的小莹 这下意识做出的行为 让她自己都疑惑不解 见心爱的女孩主动给陌生人提供帮助 花野景也发觉 小莹不是自己想象的普通女孩 临近毕业 每位学生都被要求和三位同学互换卡片 面对这个任务 孤身一人的花野景犯起难 无奈于没有朋友 这家伙又跑到广场打发时间 幸好 天上的红娘为男主牵起线 让花野景泛起桃花来 通过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 小莹捡到她的纸飞机 将其送回的时候 她俩的第一次对话便产生了 面对心爱之人的主动示好 花野景紧张到绝望 还好 她很快稳住情绪 磕磕巴巴地表示 自己是小透明 一直没啥朋友 听此一言 与她同命相连的小莹 称自己一样没朋友 就在这奇妙的相遇中 他们成为朋友 被小莹主动提出互换卡片时 她也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尽管这家伙还半个字都没写 可那兴奋的样子 已经说明她是多么开心 不过 过度的激动也不是好事 花野景在做自我介绍时 因结巴导致对方错听了自己名字 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但结果却是好的 收获小莹的信息卡片后 花野景整个人都开朗起来了 眼见第一步已走出 她又产生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想法 希望那个女孩有一天能成为自己妻子 只不过 这美好的期盼 没多久 便被其他同学打了个稀碎 看到小莹和巴伟抱在一起 好不容易才开朗起来的男主 又变得郁郁起来 遭受巨大打击的她 甚至在毕业后 都没能将自己的信息卡片赠予小莹 看着手里那张纸 一时间 懊悔感涌上心头 鼓足勇气要送出卡片的花野景 在到达教室门口的那刻 又又又又打起对堂鼓来 至于原因 是她看到小莹和其他女同学 因吵架而哭泣 被这场景吓坏的花野景 二话不说就跑去广场找老爷爷 未等对方问 她先为自己的懦弱 悔恨起来 途中で止めに入るとか 先生を呼ぶとか 慰めるとか 色々できたはず なんだ なのに 泣いてたあの子を置いて 僕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完自责话 老爷爷已经猜想出 男主身上发生的事情 为安慰懦弱的花野景 他又化身人生导师 讲起人生真理 只有经历挫折 人生才能成长 大家都是不由自主的陷入爱河 天底下没有不能恋爱的人 到这里 花野景过去的故事已讲完 而小莹也已从男友怀中睡醒 发现女友还那么不好意思 这家伙便用肉麻情话 勇敢地表达出自己是多么爱小莹 同时 他也没想到 时隔多年还能与女友再续前缘 直至列车近战 这对小情侣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分别之际 花野景又对恋爱后 才会发生的事情担忧起来 爱于自身从小情商太低 仅是想办法让小莹成为女友 她已是竭尽所能 甜蜜的爱情 不光把男主迷得七婚八素 出肠近骨的小莹 同样也有了化学反应 梦中的自己已和花野景结为夫妻 并当上贤惠的妻子 每天都过着没羞没臊的生活 伴随着肉麻的话语 以及亲密的肢体接触 小莹直接被自己给吓醒 发觉一个吻就导致身体出现如此大反应 她的脸颊又开始泛红 和美对情侣一样 他们两人的约会项目 也是吃吃喝喝买买买 走到一处首饰专柜时 没见过世面的小莹 对情侣戒指产生了兴趣 得知这是专门为恋人打造的戒指 她不由地紧张起来 听说有不少同龄人都买过这东西 小莹这才和营业员聊起天 发现女友如此喜爱手中的戒指 花野景就准备将其买下 可高昂的价格让小莹放弃了想法 她俩在另一家专柜看到有低价戒指售卖时 才放心地买下一对情侣戒指 结束一天的游玩 小莹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看着左手无名指的那枚戒指 一股被称为幸福的暖流 煞时间涌变全身 在她眼里 这枚戒指不单是一份礼物 也是自己和花野景的爱情象征 感受到爱情是如此美妙 小莹对花野景表达出由衷的感谢 感谢对方让自己知道 人世间还有这般美好的事物 对于女友的感激之情 花野景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也显露出一丝伤感 称自己应该感谢女友愿同自己交往才是 情至深 这对爱情鸟 也不约而同地分泌出荷尔蒙 在这种情愫的影响下 两人再次拥吻到一起 片刻后 身为男友的花野景 再度赞美其眼前的小莹 那样子就像在告诉大家 自己怎么都表达不完对女友的爱意 通过爱情鼓舞 这对恋人在日后上学期间 也无谓地展示出自己的恋情